大家好,上一期视频这位姐姐说到自己在怀柔插队两年 后来到了北京衬衫厂当工人 这份工作实在是非常辛苦 然后她就调到了北京氧气厂 后来我们合资了嘛 主要叫北京普莱克斯 那您在那干了多少年 普莱克斯干了 我们也干了十年 差不多十年左右 对,那就是 那您从插队一直到衬衫厂要到这儿 您多少年工人 您33年,就插队算工人 33点多 33点多 您要33点多工人呢 您工资整了 现在也得有五千多 没有 没有 我们那时候因为合资了嘛 合资了就是老美吧 合资之前怎么都发 人家工人说了 就除了皮味不发 什么都发 什么卫生纸 卫生肌 肥皂洗衣粉 什么一些羊肉片 什么什么都发 连肉片都发 肉都发 真好 那就合资以后吧就不行了 人家老美的观念就是 我这肉的生产了 什么都不能要 就是其他的科室全部盘掉 对 比如以前有托儿所 我们单位还有一个技巧 专门培养学校 对 专门培养的 什么学校 科尔所 衣物食 什么物工班 就跟个小社会 是不是 对对对 什么养官 还有一个绿植班 什么衣物食食堂 还有 原来还有房管科嘛 房管科单位负责 修膳房子 什么分藏的那 就这些单位全部要砍掉 砍掉 对 全部要砍掉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因为我不是厚调 你们厚调 就要直接上伸展一线就不行了 什么就是在行政科 嗯 那行政科呢 后来不就要砍掉 那我们就 之后就坚持不了了 坚持不了了 后来我就说 那我就不行就早退吧 我就45岁 不46岁 又申请早退 哦 早退了那么几年 所以你公司 哦 是这么回事 那你现在能拿多少钱 1500多 1500多 这个东西没有叫行与不行 其实我也很明白 这4000多是北京是比较低的工资 但是我跟你讲说 我的关键就是什么 我不跟人家比 你跟人家比 你心里边你老觉得不真平 对 心里 这么说吧 心态不好 我给你讲一个例子 我们同班同学 原来在河边里跟我住 就是一层楼 只不过我们往这边 他们家在这边 男同学 他学习比我差多了 我在班上是好学的 我考试 我就在楼下不复习 他们那个 姐姐说 我弟弟他复习 那他不复习 我说我不用复习了 我觉得我差不多了 因为有些东西在脑子里 我就这样 他复习我不复习 我考试比他强百倍了 就这样 结果就是什么 他学的东西 我好 因为他去接了他爸的班 就在寄疆院里 他不也没什么能力呢 你看看门 看那个具体什么什么 比如这个是什么 作严楼的门 是什么门 我就不知道了 看大门 看一个门 对 人家推充都比我好 所以你要这么想 你觉得是不是 因为人家在体制内 对对对 你要这么想 你是不是觉得 他天天学习 还用我给他辅导呢 你现在公司 还不如人家挣得多的 你觉得你心里福气吗 没 真的没有用 所以我也这么不这么想 不开心 没有意义 不跟人家比别人 我就是什么呀 自己这儿有钱 自己算你好了 够花了就行了 对 你不这么想 咱们不是说 哎呦 那你只能力量 你总能说 我的钱比你不少 我上大街 我去打街去 总是说大街种事吧 人家讲话 活的久 比那个挣得多强 对 不看你谁挣得多 而是看谁活的强 对对对 是吧 这句话 做的人当初就一年 没了 都没拿到 能享受到那么好的工资 你说人家冤不冤 你要跟人家比 那我就觉得我知足 因为国家有些事 也在这摆 不是说 你贡献大 就一定比那个贡献小的 挣得多呀 还写着呢 他才会他 你贡献小的